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HTML中一个 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语义标签 这个标签就是我们的列表语义标签 那么首先我们先简单的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列表呢 列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容器 这种容器去干什么呢 把很多的信息罗列出来的一种容器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的腾讯首页 我们会看到什么 是不是很多新闻条 对不对 那每一条新闻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一条什么 一条信息的载体 对不对 那么这些信息组合在一起 就形成一张什么容器 而这个内容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 列表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W3C组织中 如何去用什么代码来代表我们的列表呢 好那我们来看 整个列表 其实我们要想学习的话 其实就三种列表 但这三种列表 又不是说我们是不是没有规律可言 我们说会发现它非常有规律 而且在以后工作中你会发现 我们在有序列表中几乎不会用得到 所以我们主要用的就是无序列表 也说90%以上的程序开发中 就是网页开发中 我们使用的都是一种什么 无序列表 而最下面的我们的定义列表呢 只有在某些特定场合或特定语义中 我们会用到定义列表 当然就是说用到定义列表的地方呢 其实你用无序列表呢 也能做得出来 但是呢就是说看你的语义表现力而已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整个语法现象 那么无序列表和有序列表中呢 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属性 叫什么li 那么不同的属性 一个是ui 一个是ol 对不对 ul和ol 那么这两个 这三个单词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下面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那么在整个表格中呢 或者整个容器中呢 我们始终会有一个遵循一个什么 要先有一个什么 先有一个容器类 容器类 那么这个容器类呢 我们就把它分成了什么 一个是有序无序的 ul 一个呢是有序的 有序的 好那么这个u和o怎么记呢 怎么记呢 那么这个记法呢 我们建议大家这样来记啊 就说什么叫有序呢 有序的英文单词呢 它是叫order order 而无序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order的基础上 前面加上一个un 进行一个反译 就是变成无序 无序列表 所以说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起这个英文单词的一个什么 首字母啊 如果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 如果ul不好记 你就记住un啊 这个东西是一个取反的 对吧 反译词的概念 那就变成一种什么 没有序列的一个概念啊 没有序列的概念 好 所以那么ul和ol干什么呢 它其实只是一个容器的什么 一个最外边的一个什么 一个框啊 那么最终来说呢 我们说应该这个容器里头容纳的是什么呢 是一些什么信息的载体 对不对 那这个信息的载体是怎么做呢 我们说就要做什么 li 也说不管ul还是ol中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什么 li 对不对 那么这个li是怎么理解呢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地方啊 这个unorder的什么 l是怎么意思呢 就叫list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列表 但是它是一种表象 一种一个容器的类 而这个li呢 它指的是什么呢 还是指的是每一项的什么 内容啊 item 那么就说相当于把每一个信息量 给它什么 一条 就相当于一条信息啊 代表这个意思 而这个呢 是一个容器啊 是一个容器 好 那下面呢 我们还是用一个代码 我们实现一下 看一下这个容器 究竟长的是什么样子啊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还是用我们的web store 我们来写 嗯 我们呢 还是在之前的这个网页的下面啊 继续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实际效果啊 那么在这个写法中呢 有几种写法 如果说你确实记不住 对吧 小括号 小一符号 那打上去 然后ul 对吧 一敲也可以了啊 或者说我们直接敲ul 然后敲table键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作为一个什么 一个标签 来进行一个什么 补齐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呢 尽量保证什么 你看这是一个双标签 对不对 有头有尾 那么尽量保证什么 在我们的内容 在这两个标签的里面去书写啊 而且书写过程中呢 建议在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啊 建议大家 其实这个地方 它已经帮我们自动做了啊 就是做交一个 跳一个什么 table键啊 table键 好 那这个table键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让我们的程序员 在阅读这个代码的时候 能感觉到什么 是一个对齐的问题 对不对 好 那么UL和那个里面装什么呢 就是LI LI里面你看 我们比如说随便写一些啊 比如说我们说是北京啊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可能要写到下一项 对吧 就下一条内容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鼠标会往后移 然后再回车 是不是显得效率比较慢 对不对 因为我的那个手 还要往这边移到那个向下 向下线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更快捷的方式 就是在这输完北京过后 我按住什么呢 谢福特加Enter键 就是我们的回车键 你看 一按 你看是不是就往下一行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 还有一种办法 什么呢 就是我把光标还移到这 然后按什么呢 我就想再复制一行 顶多是什么 是把北京这个内容 发生一定改变而已 对不对 我按什么 Counter D 那么Mark就Command D 所以是一样的 你看我在 复制几行 我就在光标放在这 然后按Command D 它就自动的去往什么 下面一行开始复制 所以这些快捷键的 慢慢的大家边学 就边会用了 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北上广 对吧 我们来书一下上海 然后广州 好 你看这就是一个UL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现象是什么 效果是什么 好 我们点击预览 你看 其实就是说 在我们的后面 它自动的会把什么 你看每一项 就每一个LI的这个部分 当做一条数据 一条 你看一块 一条数据 然后这一条数据 一条数据干什么 给它罗列出来 对不对 而且罗列中 你会发现前面 还有一个什么 叫什么 点的一个 一个像样式的概念 对不对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说 你看腾讯的这个地方 你看没有点 对吧 没有点 是不是 但我们这为什么有点 这个我们说一下 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浏览器中 如果在我们没有 引用装修材料的时候 还没有使用我们的后面 要学的CSS的时候 浏览器会默认的 给这些什么 我们的语意标签 先又套上一个什么 默认的装修风格 这些装修风格 其实在我们的今后工作中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都不会用它的默认风格 全部都是自己什么 重新装修一遍 所以说这一颗地方 我们不需要太关心 这个点的过程 而且这个点 我们还可以把它 变一些什么 样子 就是必须是黑点 其实我们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 好 还是回到我们 HTML 这个W3C手册中 我们 Ctrl 加 F 我们来搜索一下什么 这个UL 然后你看 UL过后 我们就点一下 看一下 好 UL选项 你可以看 跟我们刚刚写的是一样 对不对 把LI包裹在UL里 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重要语法 就是UL和LI LI能不能单独出现 不行 LI必须包裹在什么 要不是UL 要不然是什么 OL中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LI是不能单独出现的一个语意 它必须是一个什么 被包裹在一个什么 一个list里头 就L里头 就把UL或OL 好 然后接下来你看同样的 那么这个UL标签中 我们仍然有什么 属性 对不对 但是这两个属性 我们会发现 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学了 为什么 因为后面都有一个红色字 叫什么 不赞成使用 所谓不赞成使用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 这些属性的样式 其实这些属性的目的 都是为了修饰样式的 而这些样式 在我们现在的规范开发中 我们都尽量的标准化 开发中尽量要求什么 是放到我们的装修材料中 就CSS中 而不是放到我们的什么 语意内容中 语意文本中 尽量不要放 当然我们可以先试验一下 比如你看 有个属性叫type type中 你看我们其实默认来说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小黑点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小方块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 怎么做呢 你看其实就是UL 记住因为这是表格的属性 对不对 而不是我们一条数据的属性 对不对 所以表格的属性 我们敲一个type 好 回测 然后这里头我们输入 你看其实这个地方 你看大家看 其实都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提示了 说明这个属性已经在慢慢的什么 被消失 就是不建议大家再使用了 好 那么如果说你要写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写 比如说我们双击一下 双击一下 然后Ctrl C 复制粘贴一下 在以后我们书写过程中 如果担心我们的打字速度 或者是可能怕敲错 对不对 我们最好就是用什么 Ctrl C和Ctrl V的方法 去把我们这些什么 字符串 把它粘贴到我们的位置上 好 现在你看 我重新改完了这堆代码过后 然后我们再去什么 刷新一下 你看刷新一下 你看是不是 当然这个可能显得不是很明显 这个又变成了什么 小方格 小方块 对吧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什么 一个例子 当然你要下载有兴趣的 你可以再去改改其他的例子 但我们都已经不太建议使用 好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 Ul我们是作为重点掌握 那么ol我们就只要知道 有这么个事情就行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在我们的这一堆代码的 还是li 你还是这堆li中 我们只是用什么呢 用一个叫做ol ol去包裹出来 然后也说这个内容 其实还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内容 一旦是用ol包裹过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你看刷新 你看它是不是默认 前面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序号 叫123 这样的序号 对不对 好 同样的这个序号 我们也可以改成abc 什么还有罗马字母的什么i 两个i 然后三个i那个东西 那么这个怎么去改 那么还是一样 咱们相当于留个思考题 大家自己下来去通过html手册 你去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怎么把这个123 改成比如abc 然后罗马数字 这样的一些符号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说一下 那么有序表和无序表 在我们很多场合中 主要用在什么 就是无序表 主要目的是 我们就是信息的载体 放什么地方 不存在 就是说北京上海广州中 它不存在一定是北京第一 然后上海第二 然后广州第三 一定没有存 不一定存在顺序 对不对 而我们在有序表中 一般是做在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成绩 比如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这个就肯定是有序的 对不对 你不能善意的去改变它的顺序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种情况 但是其实你看 对我们的样子 就是我们语言内容来说 是不是就是这么个顺序 就是不管有序表 还是无序表 其实因为前面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称为是样式 对不对 但是你看我们内容来说 真正的核心内容 是不是还是LI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工作中 其实OL用的非常少 就是用UL来代替我们的什么 这些语意 然后你非要排一个先后顺序的时候 注意一下这个内容的什么 就是先后关系就行 好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是我们关于什么UL和OL的一个简单的印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中 UL它到底哪些地方能用到 就哪些场景我们会用得到 比如说最简单的 刚刚我们看到新闻的这一部分 就是新闻列表 看到没有 或者说我们什么列表 对吧 信息列表这一块 就是典型的是用什么 用我们的列表来做 就是UL而且是 你不相信我们来看 还是这样我们点右键检查 好 你看检查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因为是链接 所以我把它收起来 你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 你看我鼠标移动了过后 你看是不是就把这一项 你看是不是全部用一个UL给它包裹起来 看没有 UL给它包裹起来 所以说这个就是相当于 你看这就是一张表 一个信息载体 对不对 好 同样的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点检查 你看 检查你看一点去你看 这里头是不是也是一堆Li 你看是不是 这个UL里面包裹了什么 就是一堆Li 这堆Li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列表 对不对 看到的这些列表 好 那么所以说这是一种 所以说以后我们看到了 类似像新闻列表的 这样一种样式的时候 或者是这样一种 想表达这样一种语义的时候 我们想到了用什么Li 就是我们的有序表 或者是当然最好是用无序的列表 无序列表UL 然后里面包裹很多Li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 比如像我们平时看的 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再来看一种列表 比如像我们当当网 这种购书网站 购书网站中你可以看到 像这地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 什么书本的一个介绍 你看是不是就像我们的书架一样 对吧 把这些信息是不是组织在一起 同时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像个书架 是把一本书放进去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说鼠标移动过后 会有些变化 对吧 这些是我们的动作 动作是在以后我们会学习到 Jabush Criple的时候 我们再去学习它 好 还是一样 你看我点上右键 我们看一下 你先按这个书架来看 这个新书上架这个书架来看 点击检查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其中这个地方肯定是图片 因为我刚才点的是图片 对不对 然后图片也是个A里面去包含的 对吧 好然后你可以看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就是 你看 你看 是不是都是一些什么 列一条一条数据而已 对不对 你看就相当一条数据 一条数据一条数据 然后干什么呢 用一个UL是不是把它包裹起来 看没有 所以这是应该是一种列表 对不对 同样的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也你能看出来 你看明显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这种列表 对不对 但这种列表你不要认为这123是不是有序的 它并不一定非要写成有序的 因为它可以在什么 在我们的样式中直接标成123 但是我们其实在语意展示的时候 其实还是一个无序列表 好 你看我们再点右键点检查 好 你看我们样的 我们把这个收起来 你看 把这个你看这一项 因为它一项内容很多 你看里面是不是有很多Li Li 对不对 然后这些Li什么全 还是包裹在什么 UL中 所以说你不用去关心那个什么 OL OL基本上不会有人去用 很多还是用UL来代表一种什么 信息的一种展示台 或者是什么称之为橱窗 对吧 这样一个概念 好 那不相信我们再来看 像你看比如像淘宝这个地方 我们会看到淘宝中 你看比如像这个地方 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你点 你一个点一个点 点完之后 当然后面这个内容你不管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加上Scriber的内容 然后但是你看 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 其实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当然也是个橱窗 然后这个橱窗放了很多很多的什么 货品 对不对 好 你看同样的我们点右键 点击检查 好 我们看 你看这个地方 其实你看仍然看到它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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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没有 是不是全都Li 组织在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就相当于一种橱窗的一种 一种样式 或者橱窗的一种语义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种什么 无序列表 把它组织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用一个感性的理解 你看这个是我们刚刚检查 你看下面我们再显示一下网页源代码 然后我们用Ctrl F 我们搜索一下 你看我重新敲一下 比如说 Ul 你看灰侧 我们看 总共多少条 47条 看到没有 又要有47个这样的一个什么 橱窗 像是这意思 然后如果说我们再看Li 就是比如这里面的Li 你看有多少条 263条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橱窗里面放了什么 的货品有200多个货品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在整个网页中 你会发现很多标签中 大部分都会用到什么 Ul和Li这样一个组合